临近年末了,许多演员都在各个剧组忙着赶戏 最近赵丽颖在新片《乘风破浪》中的戏份就全部杀青了 要说娱乐圈里的劳模不少,赵丽颖就是其中之一 就光是2016年她就有六部电视剧三部电影问世 据说明年小赵终于想给自己放个假了 要比多产,赵丽颖绝对算是女演员中数一数二的 2016年从老九门到青云志再到燕志 赵丽颖不但从产量上成绩被燃 质量上同样可圈可点 这样的成绩单把许多科班出身的演员都比了下去 人之所不能为者,我为之 我觉得首先这么久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总是把这个,不是科班出身作为一个演员的符号 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很认真的去演一个角色 去对待一个作品 荧幕上的作品一步接一步播出 赵丽颖也没闲着 10月底,由她和林更新主演的楚桥传 刚傻青不久 赵丽颖就在新片《乘风破浪》里和邓超、彭于燕标起戏来 与此同时,她和冯绍峰和演的女儿国也在拼命感谢中 说起来和赵丽颖搭戏的还都是当红小生 这一群合作下来,不知道她最重要的是哪一位呢 就每个人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我光拍戏了,我没有想说他们哪个是我的理想性 理想半天也不是我的,对不对 工作上拼命认真的赵丽颖自然把私人感情生活的时间给耽误了 就连她自己都笑称 这些年遇不上喜欢的人,只能把自己变成喜欢的那个样子 一片空白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留给自己的感情生活 我已经把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那种的行为 眼看着赵丽,明年就要迈入三十大关了 终于大忙人也要在明年停下脚步,规划规划自己的未来了 可能在拍完女儿国之后,可能会自己说稍微去调整一下步伐 调整一下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像你们所关心的情感,要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啊 这些都是在我考虑的这个范围里 新闻在线,北京采访报道